兄弟们 现在主播的素质都这么低了吗 我来说一下今天我遇到的事情 今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 自己开了一把牌位赛 当我进去看见一个队友的名字 抖音搜索 我估计这是一个主播 然后我用另外一个手机 搜索是一个几十万粉丝的王者主播 刚开始高兴 这局可以躺赢了 可是到了金英雄这个环节上 好戏才刚刚开始 这位主播和另一位匹配的随机队友 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主播要求禁用鲁班大师 而另一位队友禁用了摇 那个主播当场就气炸了 原因竟然是 主播的女朋友小玩摇 正好辅助他打野 这位大主播就开始用优美的语言 操 杀 吧 他们的冲突还没有完 在对局中 那位主播一直针对那个随机队友 吃他的兵线 抢他的人头 所以那位队友的经济也一直处于权队最低 还一直嘲笑那个队友 打得垃圾 打得太菜了 怎么匹配到这么坑 队友 最后这把游戏输了 最后游戏只是娱乐 骂人真的没有必要 这位主播做法真的很不同 况且还是个几十万的王者主播 真的是给主播圈的人丢脸呀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 喜欢记得点个关注 拜拜